林志玦在立法会识别晚宴發表演说, 理论上一般识别晚宴都是讲一套话, 但他讲了一些他的感受, 他的感受是他认为在一个反修例期间, 在立法会的一些建制派议员, 如果他有讲过要求独立调查, 就需要向警察道歉, 同时他自己想抱起自己, 想自己夸掌自己,虽然遇到建制派立法会同事的压力, 他都顶着压力不去做独立调查, 在某程度上当时的气氛是刚刚在演说前几个小时, 华记正能量做了反林郑连任的大联名, 可能林志玦当时觉得很气氛, 同时他想强谈自己, 就是华记说他的罪状不对, 其实他很硬正,他都很保护警察, 也在反修例时可以采取一个很硬正很坚定的意志, 我虽然他想这样讲, 但这个表达方法也是林郑那种特色, 就是当他觉得自己认不在他那里, 他基本上可以在一切, 令到建制派议员很尴尬, 因为当时讲成立调查委员会议员不少, 其中一个田北辰出来会议, 田北辰说是林郑连任的转头, 当时是谁搞反修例出来, 令到全部人要帮他执获, 很明显是林郑连任的, 所以意思是说你当时不是搞一个锅出来, 是怎样可以令到社会气氛, 或者怎样可以建制派发挥的状容, 令到社会平静下来, 他反过来就质疑林郑连任的, 这件事是有些信息, 在建制派议员这样的信息上见到, 似乎在整个反修例运动而引起的问题, 其实是林郑搞出来, 并不是林郑接受北京的指示而做出来的, 林郑连任很多时候会将她知道的事, 或者她以得她知道的资讯, 她可能在言论之间或行为之间表达出来, 这次看法是当时可能北京在立法选举上, 还未有一个拍板, 还未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决定, 但林郑可能作为特首, 她给了北京的意见, 觉得部份议员是不留下的, 似乎她有了这个WISE, 今天你们都见到, 今天有几个文件员或是几个老派一些, 即是年纪小一点的一些建制派议员, 结果真的无得留下, 可能看到林郑说当时可能都打了毒针, 当然毒针当时是否个人中, 亦部份人都留下, 亦部份人不知林郑说是否打了毒针, 但结果都无留下, 即是说林郑本身作为一个特首的职位, 可能她在与议员之间也没有一个合作的友谊, 最少可能在这些事上她都会打人家针, 都不只是华记反林郑连任的大联名, 接着郭并言,接着张志光, 甚至接着梁郑都不断开炮, 也都明显见到, 包括林郑在《生命晚宴》的言论, 包括在通关问题上, 甚至梁郑的持份者的理论, 意思是林郑是否通关根本不关她的事, 或者她都不觉得她不是持份者, 也不觉得痛, 所以在这件事上拖拖拉拉要让香港人受罪, 这些一连串的言论似乎有一个部署, 也反映了一件事, 林郑的连任这个说法似乎不是很适合, 因为最少在梁郑这个系列, 或是华记这个是反林郑月娥的连任大联盟, 她甚至点了三个名字出来, 分别是梁郑英, 如果分别是李家超和特炳强, 即是说林郑是否完全是没有对手, 而会连任呢? 似乎在今次事件中看到, 仍然有人觉得这件事还是有转机, 或是还未是已经决定了, 所以她们先出现华记、 大联盟两个反林郑连任大联盟, 也跟着出现温泳盐或张志光, 或是包括林郑本人对林郑的一些厚主不公, 反而不是,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她本来可能想着 决定连任,突然间发觉自己的形势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强, 所以她有点起露营于色, 将自己的愤怒,包括华记正能量的反林郑大联盟群组, 刚刚在议数前几个小时发生, 她就变成了将愤怒迁怒在全部面前的, 她本来一直看不过人身上, 跟着第二,如果她决定连任的话, 她根本不需要,她根本可以很大方处理这些事, 这些事对她来说不会骚扰她的心理, 因为她都决定连任, 只是一时间问题,照计没那么大反应, 正是因为香港加油的标志, 在香港马拉松过分处理了, 即是说不准跑手穿着香港加油标志的衣服, 甚至乎如果民生都要连交部封了她, 现在反而似乎林郑娥的政府是怕香港人的情绪, 有报复的情绪, 你越觉得无道理下不准用香港标志, 就越怕诺斯会本身举办的一个人, 那四千多人更会使用香港标志,令她尴尬, 所以这四千多人在一百公里长的跑道, 长一个艾人者的通道, 根本聚集或跟公众交集是少之有少, 她仍然是用防疫的藉口禁止, 而是她害怕在诺斯会这运动上, 反而香港加油标志更加形成一个延迟潮, 民建联会派十八人,当中反而是元老退下来, 新人多些,这显示是今次在建制派的位置, 协调都很明显达显了中联派协调的角色, 协调当中可能平衡了不同建制派的派别, 在位置上的一个热诉求, 同一时间可能她都会提醒多些, 不想以往一些不熟书, 也不熟读立法会文件, 只在立法会上吵或大声的人, 反而她不想留下, 希望一些年轻点读过书、读饱书的人入立法会, 似乎她也希望立法会在将来讨论上可能有改善, 就不像今次的研会那样变相形成了完全橡皮图章, 虽然立法会本身的选举都可能完全橡皮图章, 可能橡皮图章的机会都很小, 但另一方面她仍然希望橡皮图章当中, 都是质素好一点点的, 做演员的都希望演好一点的戏。 OK, 另一个想说一下, 早已的精彩了, 手臂的都会源 los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